原标题,华为否认切机器人技术指控专家,没反华为行动夸大其子外媒称, 华左2月28日,否认美国指控全公司范围内密谋,窃取美国竞争对手商业机密的罪名。 据英国美日电讯报网站2月28日报道,美国司法部说,2月28日在西雅图举行的听证会上, 中国这家电信巨头的律师否认了有关诈骗、刀刑未遂、急阻挠司法等罪名指控。 联邦检察官指控,华为不仅违反美国制裁伊朗的决定, 而且窃取德国电线公司美国分公司,一款叫做塔皮的智能手机测试机器人的技术细节。 报道称,这是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公司发动的外交和法律攻势的最新进展。 上周美国国务卿麦克·蓬佩奥宣称美国政府不会与采用华为系统的盟国共享讯息, 因为华为的系统可能为中国政府提供厚门, 华为称这些担忧被过分夸大,而且它绝不可能支入技术厚门。 公司也否认在塔皮一案中,有任何犯罪行为。 2017年,西雅图某民事报庭判罚, 华为赔偿480万美元, 判定华为公司事实上,不当使用了德国电信公司的商业机密, 违反了两家公司之间的供应合约。 但是,陪审团同时也判定华为这种不当行为,并非故意和恶意。 另据美联社的2月28日报道, 去年以来,美国针对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公司, 发起了猛烈的外交公式, 宣称任何采用华为下一代无线网络系统的国家都会, 为北京提供间谍活动渠道,甚至更加严重。 但是,安全专家说,美国政府可能夸大了这个威胁。 他们认为,美国的指控不仅没有具体细节,而且掩盖了事实。 德国新责任基金会的研究员王彼得克莱因汉斯说, 如果中国人想破坏全球网络,无论你用哪种设备,他们都能做到。 部分专家认为,美国最常见的担忧, 即华为可能在设备上安装所谓的中国情报机构, 用于自探、接听或阻止数据传送的软件后门, 其可能细微乎其微。 从国家安全局退休的普利希拉手内认为, 华为替中国情报机构安装后门的概率几乎未令, 因为会被发现,此外,在面对美国的压力时, 欧洲盟友仍不愿接受全面反对华为的建议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盟友找您的优优务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